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还给你找来一位朋友 郑渊杰 最不适合谈这个话题的人 不 现在你变成最适合谈这个话题了 因为自从我听到你把你的童话人物皮皮鲁写成也会一经的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认为你可以跟李英和老师交流一下 我的全部的性教育来自于同龄人的黄段子 但是那是以讹传讹的 你小时候听过的印象最深的黄段子是什么 我小时候我的性教育还不是黄段子 那个时候是中学同学 洗澡跟你妈妈去女澡堂洗澡 那时候我还没萌动呢 那个时候是那种黄色小说 地下我记得有叫什么少女之春 曼娜回一路 哎呦那全班男同学啊 传抄啊那抄功课都没那么大功夫 那当然说来也 那是正常的啊 我是第一次知道人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当兵的时候18岁才知道 住院还是旁边一个病床上 一个柳林部队的老兵 他是他就是可能懂这个事 他就告诉我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 毛主席也是这样吗 我就是第一次信仰危机 因为我觉得毛主席不可以 不会干这种事啊 这是流氓啊 然后他你猜他说什么 不但毛主席 他说马克思恩克斯 列宁斯大林都是这样的 咱请李医生给我们诊断诊断 听了我们俩这种字数 你有什么感触 应当说在一个时期 这个好像就是性无知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你看我调查到有一些女的解释 她就是以为啊 比如说这个 从被子上 这个比如跟男的盖一个被子 就可能怀孕 是是是 所以就特别 有一个故事嘛 就是在在东北兵团 然后有一个小孩 他一个女孩子 他肚子就大了 然后大家就就都说 怎么回事啊 到底也谁也不明白 说是不是和男的盖了一个被子 或者怎么 然后最后发现呢 实际上他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妇科病 然后长了一个瘤子 可是他的名声也坏了 然后就是大家都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就会 这个这个比如生孩子啊 或者什么的啊 对没错 但是就觉得很恐怖 我小时候的同班 女同学高中的时候 她是以为接吻 对对对 会怀孕 结果呢 写的信让我爸爸妈妈看见了 审了我一晚上 哎呦我都 哎 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一个标题啊 说是您说这个 不能够让这个社会再这么愚蠢下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在真正实地调查的过程当中 痛感于这种中国人的这种性愚昧 性蒙昧这种现象 所以才选择了一个现在像社会上鼓于呼的这么一种姿态呢 可以说咱们社会上这个这个性的无知啊 就是不但非常普遍 而且呢 还被看作是道德高尚 好像比如说如果谁在这方面比较兴趣大呀 或者是知道的多呀 反而就就好像是道德不好啊 或者是不纯洁了 好像现在网上许多人把您也是这么看待的 对 网上有一些东西 最近就受到了 有没有受到一些人的这个 很难听的话的这么一些打击呢 反正后来我就把那个博客的留言给关了嘛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实在是不堪入目 实在是我觉得 而且怎么说呢 我后来我跟记者也这么说 我说我这不是这个公共厕所 你不要到这随地大小便 我觉得太太有些话实在是太不堪入耳了 所以现在人家说呀 就开博客呀 就是找骂呢 你自己心里会不会有委屈 或者说是很讨厌的这种心情呢 当然不高兴了 而且我觉得真是觉得 周围的环境确实也是太压抑了 有的时候我在想 就是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觉得也是因为几百年吧 就是遗留下来的那种 特别反性禁欲的这种 这种整个这个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 比如说立真杰牌网啊什么的 对 所以稍微有一点 跟他们不同的 跟传统不同的这种观点出来以后 他们就受不了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挺有力量的 挺有力量 对 我倒觉得 我觉得就这样的人是吧 比如说你在这很严肃的弹性 把它作为一个课题 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范畴是吧 在这做 然后别人呢 就是会把你说得很脏什么 这样的人 他倒真不是那个 就是他是所谓的很高尚什么的 这种人都是那种衣冠禽兽 就是盗妈人的伪君子 绝对的 他都是那种性压抑很多年的人 他就说像我这样 比如学生活很幸福的人 我就看了就不会反感 除了这些之外 也有一些严肃的这个探讨 我注意到在这个 对你的采访里 你也讲过 首先你自己呢 是喜欢异性恋 喜欢一对一 就你自己不会搞什么乱伦的 或者说是这种多性恋 但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益 而且我特别注意到 你提到了一个原则 就是基本上对人的性的权利 就是成人 自愿 私密 但现在碰到问题了 首先像你谈到的某些 像卖言嫖娼 非罪话这样的问题 那么犯不犯法 在有些地方 可能有些事还真是犯法的 那比如说再说伤害人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那位女学者讲 要是一夜情 假如有一个是有夫之妇 有家庭的 这两个人自愿成人私密 但客观上是不是会造成 对他家庭的伤害 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当初我在讲 就是一夜情 做一夜情的人 是个人的权利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是未婚的 就是如果说他是已婚的人 那他是违反了婚约的 他是犯错误的 实际上我是把这个姓呢 分成三个档次 第一个呢 就是有罪的 比如说强迫的 强奸啊 右奸啊 这是属于有罪的 第二等呢 是有错的 那就指的婚外的 婚外的姓 那本来你有一个婚约 然后呢 你又去另外 偷偷摸摸的去搞 当然你如果要是 比如说征得了丈夫同意啊 妻子同意的那种 比如换偶 这个不再其恋 还有比如像多边恋啊 那他就是说 虽然他是婚外的姓 但是生得同意的 不是偷偷摸摸的 那就没事 但是呢 如果说是这样 违背了婚约 偷偷出去搞 他是犯错的 这是第二等 第三类呢 就是无罪无错的 那比如说就是 没有结婚的人 单身人的一夜情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权利 那么要按这么说 是不是说已经结婚的人 不能够发生婚外的性行为 如果发生 他是违反他的婚约 对 是应该谴责的吗 那当然 比如说啊 我调查中碰到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丈夫已经老了 性无能 然后他 妻子还有需求 他就说你可以去找一个 你再去找一个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他真的那个妻子 就去找了一个男伴 然后到他们家的时候 有的时候丈夫就说 我困了 我睡觉去了啊 然后这两位就隔壁 就就这个是 争得丈夫同意的婚外的性 这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不犯错误 但如果你没有争得同意 拖拖摸摸出去搞 那这就错了 哎 那假如说是您的丈夫 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问你 你能同意吗 那我要是我 我要是不同意 你就不能去去搞 要不然就得离婚 对啊 你如果实在是不喜欢我了 你可以离婚吗 去跟别人去做 如果说你已经有婚约 那你不应该出去 就是如果你出去 背着我偷偷去搞 那你是犯错误的 郑老师同意吗 你的性生活那么美满 有为刚才说的这三条吗 我觉得我很羡慕你 怎么叫羡慕你 你是可以随便一夜情的 现在我不行 我一夜情就犯错误了 这是我的权利 但我不一定行使 那一般的越缺什么腰 或什么 你越说不行使 我倒觉得 要想让家庭稳固的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有婚外恋 就是说我也有一个朋友 我问过他 他说他是老跟他妻子在一起的话 过这样生活 比如过了20年的话 他确实是也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 但是唯一能维持到他妻子到现在的 就是他出去 在外面还有一个情人 他每次跟他做完了 就是说一些事以后 他就更觉得他 回头也觉得老婆好 对 他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只能说明 就是婚外性 有他的功能 比如说维护家庭稳定的功能 但是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 那他如果说这个妻子知道以后 是不是伤害 那我觉得这个错和对 咱们怎么界定的 比如说 说这个有婚外恋是错的是吧 但是他真的就让他更喜欢他妻子了 然后 其实那种东西真的不太现实 就是说让妻子签个字同意了 就说你去吧 然后这个就不是错的了 那我觉得这事 这妻子也错了 怎么能签这种字呢 您这个也有人说您什么呢 说您呢 是这个书生义气 说难听点呢 就是书呆子 就是说有些事是这么回事 但是实际上 这个人都是受时代局限的 你跟老婆去汇报这种事 近乎是不可能的呀 难道要造成咱们都得离了婚 让我寻求一些性的满足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有一些夫妻呢 可以达成那样的 就是你可以 就是男的可以出去 女的也可以出去找 这样的话才是平等的 我觉得有 我觉得中国男人有好多那种 就是一夫多妻制 多妾制 留下来的这种 就是我可以出去搞 你不可以 这样就不公平了吗 是吧 那如果说夫妻 我就是强调 这个如果一个人 偷偷摸摸的 而且是男的 偷偷摸摸出去搞的话 对妻子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违背婚约的 是吧 当然妻子要是 背着男的出去搞 也犯同样的错误 那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商量好了 就没事 你像那个好多换偶的 他们不就是都是等于有婚外的性关系吗 对吧 这个我还没怎么听说过 这个换偶 现在在各大城市都 比如说深圳啊 什么北京上海 都已经有 北京的换偶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也想吗 你想性生活更美满是吗 我大爷假 我去假 我可以说换偶 这是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在某一方面 好像现在大城市里的比较年轻的人 好像挺宽容的 比如说大家说起同性恋 都挺正常 反倒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换偶 我才看到在东北某个城市 前一阵就抓了一个 就是这个记者 现在这记者新化妆的 化妆好好好 踩好点之后 回去报警 刑警大队 哗嘰就把一个换偶活动 这么个俱乐部给抓了 那你还在这里讲 说这个换偶也是一种人的权利 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 我们过去处理的太重了 我看到80年代初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四对中年男女工程师 然后他们就是经常是换偶 有这个聚会 然后后来这个败露以后 为首的是枪毙 然后第二个的是无期徒刑 还有一个15年徒刑 这个也太严重了吧 这个处理的也太过分了 郑老师我也想感兴趣你啊 就是你为什么近些年来 好像也特别倡导这种 儿童性教育 似乎说是跟你当年 一个遗经的故事有关系 就是当兵的时候 然后就是第一次遗经 大概是16岁吧 晚点吧 你是几岁 我能说吧 是反正早来的早晚 早来的早晚 都是有数的 就是没有这种知识 然后在部队嘛 然后就很惊慌 第二天早上发现是尿床了 但是也画地图了 但是又觉得不太对头 就是说以为是发言了嘛 因为他是那个状况 像刘农似的嘛 结果就报告指导员 然后就说我要看病去 指导员就说你怎么了 我就告诉他了 结果他就把这个事 张扬到全部队 就嘲笑我 还起了外号 这个就一直给我 就是造成那个整个在部队 最后五年都没入团嘛 我觉得其实跟这事都有关系 就是说对他们抵触了 今天这个美马全是当时的 阴影刺激的 对 然后那个 所以后来我就想 就是当我有了儿子以后 我觉得就是说 对孩子的性教育 是不可以晚于三岁 因为你三岁的时候 他听不懂吗 三岁 不是 你三岁的时候 他对所有事是一视同仁的 他觉得你告诉他性的时候 他觉得你告诉他这个杯子的 是怎么烧出来的 是一样的 他不好奇了以后 这样你告诉他这个事 他就不好奇 不好奇 他就不探索了 我觉得未成年人 是不是应该探索性的 是吧 未成年人是不应该对这事有神秘感的 神秘感才是万恶之源 他觉得这是跟河水一样的事 跟吃饭一样的事 他就对他不感兴趣了 所以我的儿子是五岁 但是我也没有三岁 就是我还是滞后了两年 是告诉他的 那天北京下大雨 你告诉他什么 北京那天是下的特别大的雨 电闪雷鸣 然后儿子就问 他是光叫名字的 不叫爸爸 是郑元杰 郑元杰 说的 为什么我先看见闪电 后听见打雷 我说这个对你不重要 我现在告诉一个对你重要的事 他说什么事 我是惊雷闪电之一 我说你白天 我说你是怎么来的 他对这事没有兴趣 他就我就当时是给他演示 我是找了一个面包圈 找了一根香蕉 给他演示人是怎么来的 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了 知道完了以后 你猜他怎么说 下一句话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先看见闪电 后听见打雷了 对我也记得有一次看电视 我们哥仨 我那小侄子 他越看见电视上男女 这个欢好的这个画面 他就越不走 我就问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 结果我哥哥我弟弟都不好意思说 谁都不吭声 他就扰着我们看 后来我最后闷声闷气 我说做爱 他走了 也不问了 也不问了 这是有意思的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你太压抑的话 能造成好多心理扭曲 然后身体甚至都会受伤害 身体受什么伤 对我知道有一个男性 他从小就是那种革命家庭 然后就是父母要求非常严 从来就是把这个事做成 就是认为是非常非常坏的事情 一直是禁止 不喜欢不告诉 然后最后他 因为他生理上有这个要求以后 他每当要比如勃起 然后他就拿冷水去浇 然后到最后他到结婚的时候 都完全不能那个 就不能成 就扬尾了 对就不能做这个事 然后说反正这个人 后来到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上课 他上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突然间 就是在教室里静悄悄的 他就 就这么一声 然后实际上他就是在 他沉浸在他的那个痛苦里头 这不是把人整个毁了吗 后来幸亏是他妻子 非常的理解 非常好 然后帮助他慢慢的才矫正 这造成多大的伤害 心理和生理都造成特别大伤害 就是说这真是感觉 在这个隐秘世界里 埋藏着很多痛苦 好像很多人 但是这种长期压抑 会不会也会造成一种习惯成自然 好比说我看见很多老人 包括很多人的父母辈的 他一辈子你感觉 夫妻白头到老 也这么过来 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不正常 最近有一个调查 咱们全国的性调查 就是中国有26%的女人 是从来不知道性快感的 那在其他国家 好像西方国家 一般的这个数字是在10% 就是终身都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呢 这些女人呢 她也不一定 就是真正就是会 由于压抑啊 然后就扭曲了什么 但是她的生活不幸福 不快乐 她觉得这件事 好像就是为男的服务呗 就是我调查的时候 有好多女的就说 因为我对我丈夫不错 我对她觉得她不错 那我就为她服务呗 她不觉得这事也是 嫌弃良母 她的生活会整个失掉一块内容 就是她的生活不快乐 就是她的婚姻质量也会比较低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 其实我在我周围朋友那里 我觉得有一个很难办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呢 道德再高尚的话 他扛不过他这个生物的东西 你比如说很多我的长辈 听他们开玩笑 经常说今天又得回去 给老婆交公粮 很多中年人也是说什么 左手摸右手 一点感觉都没有 什么是说在床上像条死鱼等等 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是说比如说夫妻 你可以有些人真是爱情很好 也准备白头到老 可是他就是到了这个性生活上 夫妻性生活上 到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觉得就没有什么 有些心理学家会教 说你看看黄色录像 或者看看色情图片 但这好像也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就确实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 恐怕就是说应当 比如说营造一下吧 就是各种 做做游戏可以 你比如说虐恋不也是一种游戏吗 为什么好多成年人 我就是管这个虐恋 叫成年人的游戏 它使得本来已经很疲劳的 它增加一些有意思的情节了 您觉得能提倡大家这么玩吗 反正有的人 但玩的比较出什么事 有什么会什么 自己吗 两口子在家里 对两口子在私密 一个是自愿 这个流程打伤了呢 这个他都会 比如说人家玩的时候 都会有安全词了 像说什么土豆 你就停手 但是我总觉得恐怕 毕竟这都是 所以他要维护的是 少数人选择的权利 据我所知 事实上 婚外恋广泛的 很多的在发生 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中和一下 来什么 但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说又要严守婚约 又要双方坦白 可是呢 现在的夫妻 并不都是您这样的知识分子 所谓明白了的人 很多东西 他是不能接受的呀 那人不就会造成压抑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性上的这种审美疲劳 或者说觉得没意思了 太熟悉了 什么这些东西 不应当成为 搞婚外性关系的一个理由 因为这个东西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实际上就是说 你跟谁做都差不多的 是不是 我们应该这么想 对 然后呢 你们俩又是有感情的 是不是这不是 还是比婚外的更好吗 而且你可以就是 能差不多 我知道李博士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可以发挥想象 你就想今天老婆 对 反正观赏灯都一样 对 其实在性生活上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想象力 我觉得想象力是最好的伪格 您是这么看 对 像前不久有一个调查 是吧 咱们中国的这个性伴侣数是最低的 倒数第二好像是 还是倒数第三 那些国家 就是比如说排的比较靠前法国呀 什么的 他一生有的这个性伴数 会比较多啊 这个东西好像也并没有 就是说天下大乱了吧 就是比如说法国的社会治安 就比中国差得很远 一点不差 是吧 说不定和犯罪率减低呢 对 对 是这样 所以现在啊 咱们我觉得这个 其实您讲的很多东西啊 我们在书里看 觉得它是理性的嘛 甚至很难说是您的观点 而且好像很多都是一些西方一些通行的一些理论观点 但是好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或者是因为访问 会让我们看 更多的一些理论感